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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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先開始講一個把字句的部分 課本上的講 剛剛的那個 助教八學的講義 先跟大家講一下它的那個結構 講義的 第一頁、第二頁呢 是審理出來把字句的特質 一些句法特性 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講義的三四五六頁 三四五六頁 特別是三四五頁 著重的是 經驗事實上的分布 也就是說把字句意料上 有哪些 特色 經驗事實的部分 然後第六頁有它的結構分析 從第七頁開始呢 就是這個 黃正德里亞非里恩惠那本 課本 中文課本 其實本來是英文 然後把它改寫成中文 從第七頁開始到結束 是課本第五章 第五章的內容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 課本的第五章 內容範圍比較多 那我們今天有小跑的關係 所以我 跑的流程會快一點 那 有可能就是5.3 跟5.5的部分 會稍微快速列過 那 5.3跟5.5是那個 把字句的論源結構 還有那個蒙獸語意 這兩個部分 那我們會著重在 5.4就是在句法的部分 好 那現在 呃 從講義第一頁開始 先講一下 把字句的一些基本特質 那 把字句有另外一個名稱 有許多人稱呼它為 處置式 處置式 那把後面通常會有一個NP 會有一個名詞組 那這個名詞組 NP呢 呃 呃 語意上是 表達失事從事情動所影響的對象 那有可能是人 也可能是物 那如果是人的話 在論源結構上我們叫它做壽事 那如果是東西 我們叫它做課題 那 所以把字句 也就是所謂的處置式 通常都有這個受影響的一種語意 受影響的語意 受影響的語意 那 呃 把字句在成立的時候 並沒有多出新的論源 比如說 依據張三達的李四達是一個二元術語 就是說它需要一個失事者 也需要一個受事者 它是一個transitive verb 即物動詞 那 所以 呃 你可以把句子改成把字句是二 張三把李四達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又多了一個論源 張三把李四達的王物 在必語的位置其實是 並句三 所以說 雖然有影響的語意 並沒有增加新的 非典的論源 就是它還是 假如說是集物動詞 那還是有兩個 論源 就是詩詩跟受詩 不會有更多了 這是第一個特性 第二個就是把字句後面的名詞組 它必須是定詞 所謂的definite 或是書紙 specific 那不可以是無定的 不可以是 indefinite 上次有講過definite specific的差別對不對 定詞是什麼意思 定詞 明詞組是定詞的意思是什麼 也就是三個人跟那個人有什麼差別 嗯 那什麼是定詞 那個人我們說它是 有指示詞那 特定的一個人 特定的一個人對不對 所以當我說 我讀了那本書的時候 不是隨意的那本 某一本書 應該是說話者跟聽話者 都知道的一本書 再說一次 我讀了那本書 應該是說話者跟聽話者都知道的 好 那如果說 只有說話者知道 聽話者不一定知道的 我們叫做書紙 那無定就是不一定是哪一個 所以 把字句後面像 張三把李斯打了一頓 張三把那個人打 張三把對方打也都可以 那這種情況 對方也會是說話者聽話者都知道的 我們叫做definite 或是定詞 那但是你如果說張三把三個人打了一頓 就很奇怪 你一定要說張三把那三個人打了一頓 才會是好的 那這表示什麼 那三個人才會好 表示是定詞跟非定詞的區別 好 這是第二個特性 那第三個特性就是 處置式 他有處置的語意 那同時也有強烈的集物性 什麼叫做集物性 集物性就是說 這邊法字句 他所以戒的事件 會是一個有戒事件 我們所謂的bound event 什麼叫bound event 就是說這個事件 不是描述性 不是沒有終點 這個必須有一個終點 所以呢 結果 表結果的了張或的了 就常常出現在法字結構 好 那所以你看像7張三把里斯打了 可以 可是張三把里斯打不行 那修補的方式就是你家的了 讓這個事件有一個終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加上一個結果補語 或是次數頻率補語 比如說張三把里斯打了三次 張三把里斯打了 打得要死不活 讓他有一個補語 有一個終點 這個事件有終點的時候 把字句就是好的 好 那第八句張三把里斯喜歡了 喜歡是一個靜態位語 靜態描述靜態的那個動詞 它沒有實際的動作 所以在喜歡這個事件當中 並沒有隱含這個事件有一個終點 它只在描述一種狀態對吧 好 那所以這個喜歡 如果你把它做在把字句裡面 就會是兵句 那同樣旺也是 旺也是 它是一種抽象動詞 所以其實你沒有實際上做了什麼動作 那既然沒有 做動作也沒有做事 為什麼會有終點 就是沒有 所以必須叫張了 張三把鑰匙旺了 會好一些 OK 好 接下來講它的下一個特性 就是原殘留的兵語 拔字句有一個特色 我們剛講 在第一個特點的時候 講說張三把里斯打的亡物是不好 也就是說拔字句裡頭它的兵語 如果沒有被處置 沒有拿到前面去 還留在背後是不好的 可是有些情況的時候 兵語的名詞組 在拔字句有殘留的成分 那某些時候是可以 那可以的條件是 它是語意上不可分割的物件 也就是說有直接的親屬關係 或者是全部與部分的關聯性 所以比如說像九十十一十二 這個句子 我們請葛玉涵幫我們唸一下 好 OK 好 這邊 第十二應該少了拔 張三把里斯打斷了手 好 那九十十一十二都是同樣的意思 那個橘子跟皮必須有全體跟部分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張三剝了橘子皮 對不對 橘子皮 那你把橘子拿來做把字句 把皮呢 當作是retained object 殘留原味的冰魚 這時候是可以的 那把牛肉麵吃了一半也是部分全體 然後張三把李四打斷了手 這時候這個手一定是李四的手 所以原來的句子應該是張三打斷了李四的手 它是個屬格的關係 零屬的關係 好 再來最後一個 李寡婦把個兒子死了 其實這個是不好的句子 把個兒子打死了 把個兒子打死了 你如果把它改成李寡婦把個兒子打死了 它有一個動部 有一個 嗯 複合動詞讓它有一個重點的感覺 李寡婦把個兒子打死 還是怪怪對不對 那其實它本來要呈現的語意是 打死了自己的兒子的意思 那其實應該要 那你就說張三把李四打死了爸爸 可以嗎 意思是張三打死了李四的爸爸 好像也是不行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retained object 就是殘留在原味的冰魚喔 它有時候跟那個 呃 移到把字句裡頭的成分喔 它 呃 必須有有相相近的關係 可是究竟是怎麼樣相近的關係 這個呃 文獻當中也沒有特別記載 只能說它是可能是全體部分 或是不可分割如簡 好 接下來就是把字句的語類歸屬 就是說把字句究竟是什麼詞類 好 那呃等一下黃裡裡那個文獻的講義講解說的部分會有幾個假設 那最簡單的假設就是把字句是不是介系詞 好 那比如說像14在台北就是一個介系詞 張三在台北買了一本書 那介系詞的特性是 呃 P加NP就是整個介系詞組呢 可以移到聚首 像在台北張三買了一本書 齁 那它本來的位置是主位之間齁 主語跟位語之間 那現在是可以做切語 那你也可以說張三用刀切了三個蘋果 這是用表示方式的這個介系詞 一樣喔 你也可以把它移到前面 用刀張三切了三個蘋果 好 那 嗯 不過呢 把字句你不能這樣做 張三把強盜打了 同樣把強盜它是出現在打 就是主位之間齁 打的前面 可是你卻不能做16B齁 所以這個屬性告訴我們 那其實是不大像一個介系詞組啦 如果單就這個屬性來說 那不過 呃 句法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它不是 你不是眼見為憑啊 你必須用一些客觀的測試 或者是檢查它的語法行為 然後來 呃 得到你要的分析 這才是比較讓人家覺得exciting的地方 如果大家都看都知道的話 那你就沒有沒有沒有你的專業性了 再來歷史上來說 法是由動詞演變而來的齁 那到目前為止也都有這個動詞的用法 這邊 呃 最把諸於子 細看這個把是什麼意思啊 呃 有沒有中文系 誰是中文系的啊 以前是中文系 余涵是嗎 為什麼很厲害 剛剛余涵回答 我來問你一年一次那個把是什麼意思啊 是拿的意思嗎 對 它其實是一個實詞 實詞的動詞 所以呃 歷史上來說把是由動詞演變而來的 那其實現代大代漢語也有 比如說時期啊 把這權力不放 其實是拿著的意思 它也是一個實詞的動詞 好 那呃 倫敦老師那個當代 就是現代 喔 斷代的漢語 的語法 其實它是製成一個體系 不一定是整個都是要看歷史的脈絡 那可是歷史的脈絡來看 最有名的現象就是所謂語法化 語法化就是實詞變虛的一個過程 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 那個很有趣的歷史語法的現象 也就是我們大部分看詞類 如果說它的演變是十變虛跟虛變實 那只有十變虛比較可能 就是說歷史上來看很少詞類 它是從虛詞變成實詞 可是實詞變虛詞卻是很普遍的 所以動詞變成介系詞 或動詞變成助動詞 其實它都是一個實變虛的過程 所以所有的語法化都是走這個方向 那你說老師呢 如果是所有語言的語法 歷史語法看起來都是實而虛這個方向的話 那會不會所有的詞到最後都變虛詞 因為都經過不同的歷史演變 不會啊 你會創新詞啊 就是像名詞動詞 我們講過它的特色就是 實詞的特色是它是開放性詞類 也就是說你很容易可以造一個新詞 那所以你有新的詞進到這個實詞裡面 可是實詞又有變虛詞 那你不容易造一個虛詞啊 對不對我們講過了它是一個封閉性的詞類嘛 就你無用不不會產生一個虛詞出來 所以這個方向是實際的 那不過你斷代史喔 就是當代的這個整個語法系統來看 它不一定要跟歷史演變有關係 只是說事實上靶也是從東詞演變 這是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用結構測試去看靶 在漢語當代是怎麼樣的一個用法 然後大靶大靶的鈔票 我覺得它有點像量詞耶 靶大款是什麼 余漢靶大款是什麼 那我從某個課本上截取出來 但我一直不了解 我知道拔的鈔票是拿著的意思嘛 那大拔大拔可能拔是一個量詞 那拔大款是什麼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拔大款 取得很多錢 拿很多錢 OK 好 那不管怎麼樣喔 在歷史上也變它是動詞來的 那結構上的測試 除了我們剛說它跟介系詞來做對比之外 我們還有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拔後面的子句 它會形成一個語法成分 一個單位 表示拔需要接受補語小句 所以這小節就是說 拔拔當作一類動詞是有可能的 比如說張三拔李四打了一拳王武器 這個要測試什麼 這個跟那個被字句的測試是一樣的 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被也是拔 我們後面有一個NP嘛 比如說拔李四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動詞組打了一頓 對不對 或是拔張三打了一頓這樣子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如果拔跟這個NP是一個成分的話 那它可能有可能是介系詞嘛 所以是P加NP 或是一個什麼介系詞組PP嘛 那也有可能是NP跟VP是一個成分 對不對 那它就把這邊把張三打了一頓 李四 呃什麼數落了一項 T2 王武踢了兩角 把它做一個對等連結 當你可以做這個對等連結的時候 表示什麼 你可以這裡有一個NP2跟VP2 這表示什麼 這是一個小距2 這是小距1 這表示這個才是一個單位 對不對 那這樣做對等連結 好 所以 呃 呃 大概每個節點上面都必須是一個成分 所以當你NPVP是一個成分的時候 你就說 那拔就變成 跟它區分開了 可是另外有一個觀察就是 我們發現拔跟後面的NP喔 它如果沒有這麼緊密 你很難解釋其實拔中間不能插東西 這裡不能插任何成分 對不對 好 然後拔後面的NP可不可以省略 可不可以 張三把李四打了一頓 你可以說張三把打了一頓嗎 不可以 可是背字句的時候 我們說它可以嘛 變成短被動 背字句的時候 張三被李四打了一頓 你可以說張三被打了一頓 後面的李四NP不要講出來 好 所以這邊做一個結構測試 是把後面的子句形成一個句法成分 表示它後面接不語小句 好 再來最後一個Bloodpoint 最後一個點 它說冰語的衛語結構 上面提到 把射擊的事件是必須要是一個有界事件 所以它常常有一個終點 比如說它必須要有勒 或是它有洞補結構 所以有部分的語言學家 它就把把字句的結構 歸類為結果補語的一類 好 那只是說這個 嗯 結果補語用不同的句法手段 來體現這種所謂的結果狀態 好 那這邊就是它的 嗯 那個 呃 語料的分布 像21 張三吃牛肉 把牛肉吃 不行 一定要把牛肉吃了 因為它把字句後面的事件 吃牛肉 你如果沒講了 它好像事件沒完結 所以為了讓它是一個有界事件必須說張三把牛肉吃了 那或是你把它做成一個動補負荷動詞 譬如說張三把牛肉吃光吃完吃掉等等 那右邊的找跟找到下跟下哭的對比也是一樣 開跟開走了 都是一樣的 那這裡要說的這個內似結果補語的這種狀況 它其實是選擇一個結果狀態的事件或是補語 那這個事件或是補語其實是展示冰語的結果 而不是竹語的結果 什麼叫做冰語的結果跟竹語的結果 如果你回去看那個黃莉莉的課本 你會發現它在論源結構裡面講到一個很特別的 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動補負荷詞或動補句的當中 那個補語的論源到底是誰 是誰是它的主語其實是蠻有趣的 比如說張三騎壞的模特車跟張三騎蠅的模特車 我們看講義22兩個語料22a跟22b 騎壞跟騎蠅都一樣是動補的負荷動詞對不對 那不過那個兵語摩托車請問它是壞的族語還是壞的 壞的知識還是壞的壽識 你說張三騎 騎類的馬對不對 張三騎類的馬是張三騎馬類還是張三騎張三類 你們覺得張三騎類的馬 覺得是張三騎張三類的舉手 張三騎馬類的舉手 張三騎類的馬 馬類的 沒有人覺得是張三類 沒有 那張三把馬騎類了 誰類 這個好像比較明顯 張三類還是馬類 馬類很明顯對不對 所以這邊要講的道理是同樣 什麼叫做兵語的結果狀態 什麼叫竹語的結果狀態 張三騎壞的馬騎車是張三騎馬騎車 但是是馬騎車壞 所以假設壞這個動補負荷的第二個補語的補的部分 它有一個失勢者 它必須是馬騎車 可是張三騎膩的馬騎車是張三騎馬騎車 可是張三本身很膩對吧 所以這叫做主語的結果狀態 那22a叫做兵語的結果狀態 那把字句裡頭 這兩種解讀只能取到一種 就剛我講的那個騎類馬的意思是一樣的 看23張三把摩托車騎壞了 跟張三把摩托車騎膩了 我們會發現把摩托車騎壞了會好一點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把摩托車從兵語的位置拿到靶字句 對吧 你對比23a跟22a 你現在把兵語的摩托車移到靶字句裡頭了 張三把摩托車騎壞了 還是一樣張三騎摩托車壞對不對 可是你拿到前面的時候 張三把摩托車騎膩了 它會強制這個摩托車當作膩的主語 呃對不起當作膩的那個失事者 那這時候就句子就不好 因為膩必須要是個有聲性的人去感受到膩 所以它不可能是摩托車 摩托車對不起 所以23b是不可能的 OK 同樣在講這個兵語結果狀態跟主語的結果狀態區分 我們也可以看控制結構 控制結構我們所有兩種 一種叫主語控制一種叫兵語控制 比如說24a 張三說服李四去當兵 他的結構像右邊括號李這樣 當兵的人是誰 李四 那假設這個去當兵是一個不定子句 就是像英文的to怎麼樣的意思 那他的主語可能是一個空袋子 那張三答應李四去當兵 這個時候是誰去當兵 張三 那這個我們叫主語控制 那說服那個叫做兵語控制 所以一樣在這個小句子去當兵裡頭 一個是主語一個是兵語去做控制 那我們能不能做法字句要做說服呢 因為說服他要求是兵語 張三把李四說服去當兵 可以 那可不可以說張三把李四答應去當兵 欸不行欸 為什麼 這就是印證剛剛講的 這個把字句後面的事件 他必須是展現出兵語的結果狀態 而不是主語的結果狀態 所以你的句子假設是答應 也就是是主語控制的話 後面的小句子會得不到他對的解讀 所以24D是不好的 這道理跟23B不好是一樣的 可以嗎 好25按跳過 這裡涉及到那個Vert copy動詞重複的部分 就不多講 好第一頁第二頁這邊有什麼問題 目前講到的第一頁第二頁的部分 都沒有問題嗎 好從第三頁開始 我們要來講這個一些經驗事實的分布 所謂的把夾NP 先看0號句在右邊那裡有0號的句子 0號句這個我們叫雙兵句 張三給了李四三本書有沒有 英文裡頭叫做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那中文我們叫雙兵句 就是有兩個兵語 一個是被給的東西三本書 一個是被給的對象李四 都是他的兵語叫做雙兵句 張三給了李四三本書 雙兵句裡頭呢 我們分別把兩個不同的兵語來做法字句 就會得到下面的張三把三本書給了李四 張三把李四給了三本書 你會發現第三句是不好對不對 自己畫一下信號在這個第三句這裡 這句是不好的 兵句 畫畫信號 畫好嗎 為什麼不好 這顯示什麼 沒有為什麼啦 就是顯示一個這裡在講那個經驗事實 就是一些句法分補 這裡顯示直接受詞是可以做法字句 比如說第二句 把三本書給了李四 可是間接受詞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同理可正一 我把他問了一大堆很難的問題 問某人某些問題一樣也是雙兵句 那你可以說把他就怪怪了對不對 把一大堆問題問他倒是好一點 那一樣我把他罰了很多錢 我罰了他很多錢也是一樣 我覺得我把他罰了很多錢很怪 2A我會打一個問號吧 幫我補上去一個問號 這是當你有兵語或是兩個兵語的時候 那A2是在講名詞的某一些部分來做法字句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retain object 所以土匪殺了他的父親 你可以說土匪把他殺了父親嗎 水果他吃了一半 你們說他把水果吃了一半嗎 這邊的預感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B句怪怪的啦 其實這邊本來我要那個那個 想做這個講義的時候 他結合兩份講義 就是一到六頁是第一份嘛 那第七頁開始是課本講義 然後本來說這第一份講義 第三頁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是想要讓同學自己去標 標那個合法度 就是哪一些是病句哪些是好的 然後你用你的話來告訴我 這為什麼哪一些可以哪一些不行 比如說為什麼雙兵句裡面 直接受詞可以作法字句 可是間接受詞 張三法理是給了三文書 這超奇怪的 不過我們可能課堂上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討論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想一想 也就是說 講義第三頁第四頁這些句子 都是我去自己想出來的 然後那個合法度 我覺得有區變的 某些有區變某些沒有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判別去做 然後你去想想看 如果你做這道題目 你會怎麼解釋 這些合法度 好 所以對我來說三A三B的話 B句其實是不好 圖配把它上來為你 你覺得三B覺得不好的請舉手 覺得好的舉手 要有道德勇氣 你們是模擬者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不可以受我影響喔 好不好 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再來第四個是 類似德字的哺語 比如說他哭的我們都煩死了 他把我們哭的都煩死了 那個在德字哺語1988年 黃正德有一個文章 叫做我跑得快 那這篇文章他就在 他就在猜想說 我們說德字哺語有兩種 叫做我跑得 很快 不是我跑得快 對不對 我跑得快 不要狠好了 不要狠好了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結果哺語 就是我跑得很累 很累是怎樣 結果哺語對不對 那快跟累是哺語的部分 那他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在討論 主要討論就是跑是一個動詞 可是快也可以當作味語啊 在漢語當中 你比如說我很累 這是很 完全是很好的一個句子 就是說很累他還是一個 V2這個部分 也可以是一個句子的主要動詞 我很累了 對不對 那請問你我跑得快 這德字哺語 如果跑也可以當作 句子的主要位 快也可以 那請問到底誰才是句子的主要位 一個句子當中 需不需要一個主要位 每個句子都有動詞 都有都有位語啊 比如說我很漂亮 漂亮是形容詞當位 主位結構 可是如果你有兩個像動詞都可以當作 在漢語裡都可以當位 哪一個是主要的 我們教過一些方法 還記得嗎 比如說我們說主要動詞可以做FAA問句 比如說他來了 你可以說他來不來 他喜歡小美 喜歡顯然是主要動詞 你可以說他喜不喜歡小美 做A那A 那請問我跑得很快 是我跑不跑得很快 還是我跑得快不快 第一句還是第二句 所以是快來做NRA 我跑得累不累 我跑不跑得很累 哪一個對 欸也是後面這東西 對不對 那加了著過 我們說在英語裡頭啊 我們過去是加ED是加在誰 加在動詞上面 時間時態的那個構詞是標 找到過在漢語裡頭也是 可以附加在動詞上 比如說我跑了很快 還是我跑 我跑得很快了 我跑了的很累 還是我跑得很累了 那折呢 折加在前面的V1比較好 還是加在V2比較好 其實都不好 那過呢 我跑過很快 超奇怪 我跑很快過 勉勉強 但還是很乖 好那不管怎麼樣聊 好像可以出現在後面 可是有可能那個是句末的了 不是動後的了 因為我們有聊一聊二嘛 好那除了加上加最這個時態標記 除了加加NRA的構詞 動詞還有一個就加否定 你要說我不跑得很快 還是我跑得很不快 你說我不跑得很累 還是我跑得很不累 好我們用了三個測試對不對 你們我們發現NRA是加在後面這裡 聊著過 如果可以都加加後面 到部分是不大好 那最後一個什麼 否定詞是加前面後面 我跑得不快 還是我不跑得快 還是都可以 都可以舉手 加在前面舉手 加在後面舉手 那怎麼辦 所有的證據都顯示 哪一個是主要動詞 是快 是累 對不對 當你直觀上去看這個 我跑得很累的時候 你會說這一定是主要動詞 是跑啊 那這是一個表結果的補語啊 它叫做補語啊 可是其實有些不知道 他就去論證說 其實這個才是主要動詞 這個才是 它語頭句子的主要動詞 那也就是說跑 它其實看起來像是實詞動詞 有可能在得字補語以後不一定是 你們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去看1988年 我跑得快這篇文章 他提名 他的文章名稱就叫我跑得快 OK 那看看他去怎麼論證 有沒有說服你 那你可能會覺得無聊 就是我就是 欸怎麼可能 那你就必須解釋說 人家就提出三個證據說 後面這個才是主要動詞 對不對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 前面的才是主要動詞 那你是不是也要有更多 你要首先要反駁別人這三個證據 然後再說出你自己覺得的證據 OK這就是論證啦 這就是所謂的論證 好正面證據 然後你說別人不是這樣 你就是負面證據 OK 好那回到四 他哭的我們都煩死了 煩死了跟哭 哭的後面是煩死 那所以我們到底是煩死的主語 還是是哭或是前面句子的兵語 那這裡看起來應該是後面的主語 因為哭是一元動詞嘛 我們問我們哭了 這個論證結果就完滿了 好那你可不可以說 他把我們都哭的煩死了 可以耶 可是你不是說 老師不是說那個 一定要把後面的兵語 拿到前面做處知識 那為什麼你可以拿後面那個 德字補語後面的主語 好像可以嗎 對不對 好再來spacema 1999 曾經主張把後面的名詞 都是結果子句的主語 所以五跟六是他的證據 這是在講同樣的事情 跟四講的是同樣的事情 好外賓語的部分 外賓語是像七 這邊我不細講 如果動詞跟補語可以合並成 複合動詞外賓語就會變成內賓語 所以李氏哭的手帕很濕 李氏把手帕哭得很濕 把手帕哭濕了 也可以這之後是一一複合動詞 李氏哭濕了手帕 這時候動譜一樣是複合動詞 後面直接把手帕當作是賓語 本來手帕是濕的主語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他這個外賓語的意思就是說 後面的結果子句的主語 可是現在這樣顯然可以把他變成是冰語 比如說枯屍手帕 對不對 醉倒李氏也是一樣 醉倒李氏是誰醉 李氏醉誰倒也是李氏倒 對不對 所以那個那瓶酒 其實他只是一個coser 就是說他是一個致死者 也就是說他不是句子當中的失事 OK 那瓶酒醉得李氏倒下去 那瓶酒把李氏醉得倒下去 把李氏醉倒了一樣 C句是醉倒是VV複合動詞 那VV複合動詞的冰語 就是本來動譜結構裡頭的主語 可以拿來當冰語 像是酒滴 奈瓶酒醉倒了李氏 好 這邊要講的是靶字 後面的名詞主 還有他跟他非法的對應句是怎麼做對應 好 接下來最後是成語的八 我們上次講過成語喔 他必須不能夠做太多的變形 比如說主語 做話題話 或是做CLEF 我們說是準分裂句或分裂句 做一些比較距離比較遠的變形的話 會讓那個成語的語意消失 記得吧 比如說我們說豆腐我只吃王媽的 其實他就是真的豆腐 不是說我只占王媽便宜 我吃王媽豆腐其實就是占他便宜 可是豆腐我只吃王媽的 其實是只能是那個真正實際吃 那你可以說把字句 我把便宜占盡了 就是本來句子是占盡便宜 那做把字句 我開完刀了他開完刀 把刀開完這都沒有問題 所以在成語塊當中的成語 你如果做把字結構 其實是不會影響他的語意的 OK 好 還有就是這裡的複合詞 Vo假如說是一個單一的生成的例子 把nd可以自我名字組延伸而來 不管怎麼樣 前面的所有的那個句式 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 A1 A2 A3的分佈 好 如果沒有問題就剩下A4這邊 A4這邊是講他的後面的結果句式 就是比如說把字句結 結果補語期間方向動量等等的補語 或者是假B語或假體標記的一些分佈 那總結這結論格式 就會是把字句的格式是像A4下面這兩種 首先有一個主語名詞NP 然後再來把NP對不對 然後下面就是 位語的部分是V加X或是X加V都可以 那這個格式有哪些 比如說像結果補語 結果句式裡頭 結果補語他炒菜炒得很爛 你可以說他把菜炒得很爛 OK 那這名語說老師為什麼這個炒菜炒很爛 他要有兩個炒 這個叫漢語我們叫做冰補真洞 冰補真洞是什麼意思 就是當我們有一個洞詞的時候 我們可以 洞詞畫面一直可以加冰魚 也可以加補魚對不對 可是要是冰補都有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怎麼說 補魚比如說他跑兩圈超長 兩圈超長這個補魚 或者是他打李四 李四是個冰魚 那這邊一樣他炒菜 菜是個冰魚對不對 他炒很爛 其實是在補魚 很爛是補魚 如果兩個通通都要體現 你可不可以說他炒菜很爛 他炒菜很爛 不行 你一定要重複他炒菜炒得很爛 這就是說同一個動詞的時候 你不能把冰與補魚同時出現 這是漢語的一個特色 這叫冰補真洞 那為了滿足冰補 冰與跟補魚都有動詞來host他 都來按捺他 所以呢 你就必須做verb copy 動詞重複 這就是這個句子來的 他炒菜炒的就是把字句來host 可以嗎 所以像剛剛那個得字補 我跑 這個不要 這個跑是一言動詞 我打理 我騎馬騎得很累好了 我騎得很累 這是一個句子加補魚的 我騎馬是一個加冰與的 可是我騎馬很累 其實是不行 你看我騎馬騎得很累 超常是用什麼來修覆 動詞重複 對吧 一個冰與前面有動詞 補魚前面有動詞 方向補魚 14 請同學念語料好了 那個譯 21CLG 請你把書放在桌上,請你把書送給他 嗯,這是一個其實句啊 把書放在桌上,把書送給他 所以後面加方向的符語是可以的 那這個4.5沒有什麼 1718是更多,剛剛那個retain object 就是殘留兵語的例子,都跳過,講過很多了 那15是DEV的例子 我們得先把這個問題想一想看一看 把這個問題想一想看一看 所以VEV形式前面也可以做把字句 動量結構,它會踢你好幾腳 它會把你踢好幾腳 其實我覺得16B有點像台灣國語 有點像台灣國語 那它主要就是在測那個動量結構可不可以在後面 那個18句,事實上兩句都幫我打信號好不好 這是圓殘留語的,像我打算把他問一大堆很難的問題 我問他一大堆很難的問題,這是簡單的兵語嘛對不對 那我問他,我問一大堆問題,這是雙兵句 可是把他問一大堆,我覺得怪怪 我會把他罰很多錢,也是很怪 這我也覺得很怪 那名就是他的錢沒有問題 也就是他,他很多問題 接下來4.6.1開始是體貌標記 了著過,了著過加在把字句裡頭是怎麼樣一個分布 這邊要稍微講一個文獻喔 Lean Thompson,這是很有名的一個劇法文獻 中國話文獻 Lean Thompson,1981年的文章 他去調查把字句,然後他整理了83個把 83個把字句 那他發現那個把字句跟了著過的搭配 如果是了的話,83個裡面佔了6%到7% 那沒有半個是可以加著的 也就是說把字句裡頭不可以有了著過的著 那了是很好嗎?我們剛剛講 因為了可以怎麼樣?讓這個事件有終點 所以可以讓把字句會變成好句子 所以這邊就是要講這些data 19、20、21、22 你會看到,請把它抱著、掛著、搶這個好一些 可是你說打著、唱著、插著 這本來都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再把字句裡頭就不好 那一樣21b也是上、打上、喝來 那了的部分像23abcd 我們剛剛講可以加了可以變好的 有6%到7%句子是可以有兩招過的 好,翻過來24的abcd喔 全部都是不好 這個很特別喔 這幾個例子喔 你們可以有興趣做也可以做 那我們剛剛講說 可以讓事件有終點 會讓句子把字句變得比較好 可是你看一下24的abcd 它通通都有了 照理說事件都已經有一個重點 可是句子還是不好 我們也請同學唸一下 會也要不要唸一下這4個壞句子 這是加了即便是加了了還是不好的 對吧 那25呢 把歌聽完 把歌聽了 一樣有完會好一點 因為完會更讓那個end point 終點更明顯 我把它誇獎了100點 又補語也是 所以加上完 加上複雜位語 或者是頻率 詞組 其實都會讓句子有end point 會更好 動詞前的修飾語是27 這邊我就不再講 照演人的一些例子 那總結呢 就是說 把字句的格式是 它後面可以加結果 加次數頻率 也可以加VEV 也可以加表示 measure的 表示度量的一個詞彙 或是B語 那的跟著 或是前面加副詞都可以 這4.8是所有 剛剛我們看到A1到A4的pattern 那A5的部分 這是動詞 一元動詞的例子 像282930 我這邊就不多念了 那一元動詞OK的是282930這些例子 可是一元動詞會怪怪的 像3132333 那有時候你把它加上10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點 比如說像33 它的聲音小的 我們都聽不見 它的聲音把我們小的都聽不見 很奇怪 33B很奇怪 可是你如果用10 它的聲音使得我們都聽不見 那個笑拔取笑 笑拔剪掉 卻可以 所以有時候呢 結論就是說 把字句後面的名字主 相當於非把詞的兵語跟外兵語 那有時候如果一元動詞不OK的狀況 加上10字可以讓句子變好 好 那34又是更多 這是剛剛講過的 這不要再重複 就是retain object 土匪殺了他父親的那個部分 那拔做拔字句 那最後結構分析就是 拔很有可能是類似動詞的成分 那在我引用的這篇文件 它就把它畫成是大V 大動詞 那1010動詞 那事實上 那等一下看那個黃正的那篇 那個課本裡頭 它是把它畫成小V 就所謂的輕動詞 結構上會有點不一樣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張三把李四罵了一頓 這個罵其實這個是病句 但是那個了 了應該在更上面 那只是語虛在調整 那這邊都把把畫成是一個V 就是一個實詞動詞 那半後面這個 就是把字句後面還是有一個自己的動詞 比如說這個罵 那等一下的文獻會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是輕動詞 上面這個頭色是輕動詞 好 所以根據這裡的初步分析把字句 不一定和兵語前置有關係 一開始兵語動詞 就在動詞組的前面的位置 就是它生成 這個版生成的時候 就在VP上面 它不是把後面一個兵語移到前面的時候 才出現的 OK 它是基礎生成 它不是異位的 現在時間是10點5分 10點5分 我們休息五分鐘回來再來看那個黃正德老師的部分 就是那個從講義的第七頁開始 好我們現在進到那個課本第五章 黃禮禮課本第五章的版本這個內容 剛剛看到那個余料分布的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把字句可以出現的情境 這邊把它放在0號余料的B跟C 這NP一個主語 後面可以加把加NP 然後後面可以是動補 也可以是前面副子修飾語 所以可以是B加X也可以是X加V 這個部分 那還有一個可能 還有一個可能是AG AG的話就是 有一個主要的 V1有一個動詞加上NP 再一個V2加上XP 那這個的情況是所謂的聯動結構 連動結構 那也就是說把那個把當作是其中一個動詞 那黃禮禮的課本裡面有提到 六個章節 六個章節分別就是 跟把字句有相關的議題 這六個 首先就是把字句跟它的非把對應式 跟它沒有把字句的對應句 是有哪些相關的 還有呢 第二個就是把字句的把到底是什麼詞 剛我們看過一些語料去分析 去討論它是不是介系詞 那也有去看它歷史上是動詞 來的 那究竟它比較像是哪一個語類 第三個 把後面名詞組有沒有什麼限制 事實上是有 有些名詞可以接在把字句的把NP裡頭 有些不行 那後面的動詞組成分也是有一些限制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我們剛剛講到那個把格式是 把加NP後面是V加X或X加V 那這個X可以是哪些成分 負詞性的可以嗎 次數補語可以嗎 描述補語可以嗎 那最後就是語意的部分 通常把字句我們叫做處置式 那它都會有被影響的這個語意 然後還有它跟體貌的問題 還有它的事件結構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完結 好 這就是剛好對應到課本的第六個章節 那我們剛剛講過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一個小時留下來小考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講那個被影響性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句法上多琢磨 好 那首先這裡傳統上動詞的冰語可以選擇 有把字句引介出現在動詞前的位置 那謀語者的語管會判斷這個冰語的物件 在動詞指示的事件中有處置的語意 所以我們叫它處置式 所以處置式這個把字句這個結構 主要是描述一件事或者人被影響被處理 或者是處置 那這邊有兩個 兩個例子四個語料 來一次請同學幫我們唸一下好了 那個心地唸一下 1AB跟2AB 你一次殺了那個壞蛋 你是把那個壞蛋殺了 林毅齊累了嗎? 林毅把牠齊累了嗎? 那個壞蛋是specific 所以沒問題可以把它做把字句 那一樣殺是一個有結束 因為你殺那個人那個 你殺的那個點那個人就死掉 所以它事件是有終結的 然後林毅齊累了嗎? 就是剛剛我們問過同學的 就是說 是林毅齊馬、史馬累了 還是林毅齊馬累? 其實是兩個語意都有 可是當你放在把字句的時候 其實你只能得到第一個語意 就是林毅齊馬、馬累了 那不會得到第二個語意 那那個有些人就是 包括黃珍德 他以前就是用那個 Generous control rule 就是在講那個代詞回旨 那因為把馬騎累喔 本來的馬在兵里 會已經被拿到前面去了 所以那個累喔 絕對不可以指涉到是人類 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所以在我來唸一下 在預料2B當中 把字句後面的NP碼 一定是騎馬事件 結果累所修飾的對象 那這樣就可以有效排除 第二個解讀 就是林毅齊馬而累了 這個解讀 那這是警戒的部分 第二小節呢 第二小節把把字句 跟兩個句式來做比較 一個就是被字句 因為看起來 把加NP是出現在位語前面 主語後面 這跟被加NP是一樣的 那記不記得被字句怎麼分析啊 被是一個什麼 什麼詞啊 被是一個什麼詞欸 會 被字句的被 被 被是介系詞嗎 我們上次好像有討論過 也做過一些測試嘛 對不對 你記得是介系詞 心地呢 你覺得被是什麼 被是什麼 招三被禮詞達人 被字什麼字 好 這邊要講那個 我們那個被字句的那個獎 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遠距授課的方式 我們會在 下個禮拜二 18號中午 12點到1點當中間 做那個被字句的補課 比如說如果你覺得 被字句的部分 還希望老師可以 把講義重新再跑一遍 然後 就是實體受課 然後可以讓同學提問的話 18號中午12點到1點 那請到學成一樓的135 會議室 來 歡迎大家來 然後 好 我這邊先講一下那個 這邊第二節是要講 把字句跟其他句式 所以他比較了把字句跟被字句 還有把字句跟史字句 使用的式 那個史字句 那一般認為把字句是一個句子當中的主要動 被字句 被字句是句子當中的主要動詞 所以張三被李四答了 其實他的結構是像這樣 罵好了 這是一個主要動詞 所以結構是這樣 這個主語是張三 主要動詞 是被 然後他加一個IP為 然後他加一個IP為 當作這個被的補語 那這裡開他有一個operator 所以你才會得到那個被罵的對象是李四 所以被字句喔 所以被字句喔 其實是一個被字句的被其實是一個動詞 它是一個實詞動詞 我回去看被字句的講義應該可以很清楚 那把是什麼 首先先看他的那個語法行為 被字句的主語一般對應到把字句的時候 會是一個兵語 所以當你說張三被李四罵了 那個張三是一個蒙獸事件的對人嘛 對不對 那其實你必須說李四把張三罵了一頓 對不對 再說一次 張三被李四罵了這個被字句的主語 是蒙獸的事件的人 那你把它說成把字句 這一句的非把 這一句句的把字對應句會是什麼 是張三把李四罵了嗎 不是 是誰罵誰 是李四把張三罵了一頓對不對 所以表示什麼 把後面的NP是對應到被字句的主語 對吧 好 所以呢 被字句的主語一般對應把字句的兵語 把和被的出現 具共了額外的論員位置 那被的主語跟把的兵語 通常可以容納一個論員 該論員 論員就是句當中的名詞組 跟動詞相關的名詞組 論員在常規的句子當中 會因為論文位置不夠 沒有辦法出現 比如說3abc 3b是一個被字句 卡車被我裝滿了稻草 這裡有幾個名詞組 有三個對不對 哪三個 對 那到把字句的時候 我們說被字句的主語卡車會變成後面的NP 所以c句我把卡車裝滿了稻草 對不對 那現在有三個論員 可是裝滿這個動詞喔 它不是三元動詞 它不是一個 ditransitive verb 對不對 所以你看3a 如果你把三個論員通通都要加在一起 我裝滿了卡車稻草其實是不好的 我裝滿了卡車可以 我裝滿稻草也可以 可是我裝滿卡車稻草就是不行 它不是一個雙兵句 就是說裝滿不是一個三元的動詞 不是一個三個論員的動詞 但是在把字句跟被字句裡頭 因為它創造了一個論員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有三個名詞組出現 可以嗎 那這三個名詞組出現的時候 被字句的主語要對應到把字句的b ok 第四句 我免了李四的值 李四被我免了值 我把李四免了值 這時候免值 後面李四跟值把它弄成是一個名詞組 句子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它還是一樣只有兩個論員 也沒有三個 句子就可以 那把字句跟背字句 的把跟背有幾點相異性 有幾點相 相似性 那課本裡頭寫得比較分亂 在5.2的部分 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在講義裡頭 把字句跟背字句的相似點 首先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動詞的類型 會影響到把字句跟背字句的接受度 所以有些動詞 他可以做法字句有些不行 我們剛剛講過靜態位語可不可以做法字句 比如說喜歡驕傲不行啦 必須要動作動詞 而且這個事件動作要有終點的才可以 第二個就是這兩種結構 一般都不能跟光感動詞連用 就是打去這種的 所以你把你是打很奇怪 你要說打了一頓對不對 那他們通常會要求複雜動詞 比如說打類的這種VV的動譜結構 對不起動譜複合動詞 這是可以的 這是相似的地方 那法字句跟背字句也有很多相異的地方 那這邊列了四個 那第一個就是法字句 我們還是請同學來幫我們唸一下好了 那個會語 幫我們唸一下法字句背字句相異的 第一個第一個 法字句比背字句對流動詞的選擇更加嚴格 進入法字結構的動詞 準備不及對字結構的動詞 例如觀感動詞的使用詞 幫我們唸一下十二跟十三 他被我們看到聽見了 他的秘密被我們發現了 第一句 首要聽在右邊 我們把他看到聽見了 發現這裡把把字結構的動詞 總類跟背字結構的動詞 總類去做 我們發現觀感動詞 比如說像看見聽到這種 那雖然看見聽到也是動詞 他已經有一個事件終結 也加了了 可是還是不行 這就是動詞類別的關係 所以把他看到聽見也不行 把他秘密發現也不行 發現他秘密是可以的 但是背字句裡頭沒問題 他秘密被發現 他被我們看到 所以就是動詞選擇比較嚴格一點 第二個 把字句跟背字句的相依之處語含 這個你們回到課本裡再去看 十四跟十五的例句 就是是不是有受到影響 有些沒有受到影響的動詞 事實上這個十六也可以啦 就是說知道這件事情 你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是一種心理狀態的改變 就是你從不知道變知道 它其實沒有什麼動作發生 對不對 那個消息被我知道了 其實是可以的 用背字句 我把那個消息知道卻很奇怪 那有可能就是知道 它並不是一個動作動詞 所以它的隱含的事件沒有動作 也沒有事件的終點 也沒有 它是比較抽象的 是一種心理狀態的改變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沒有直接受到影響的話 把字句通常也不大好 再來第三個 把字句跟背字句的差異 可以這邊可不可以隱章 我們請一會兒幫我們寫一下 C C 直接影響的間接影響 把字結構要求 把後MP直接受動作行為的影響 把字句可以表達動作行為的間接影響 受影響者不一定表達為句子的論語 要唸十六句嗎 嗯 好 十六 我把那個消息知道 那個消息被我知道 十七就是 老師把他的指頭看見了 他的指頭被老師看見了 第二點 不是直接原因 還是間接原因 受害被動語意 在背字句 沒有問題 但不可把 但不可與把字句共見 有十八 嗯 好 那這邊講到那個 三個特性是把字跟背字的 相異處 你用文件是章2001 第一個是 直接影響跟間接影響 背字句可以接受動作行為是間接影響的 那受影響者不一定是句子當中的論員 所以那個消息被我知道了 我知道一個消息 可是被那個 這個消息所影響的人是我 那個消息被我知道了 那它不是一種直接的 它是一種間接的 其實可以 或是上次我們講背字句 有那種什麼 呃 呃 比如說 運動家隊被王建民打出了一支拳雷打 王建民被運動家隊打出了 對不起 王建民是投手嘛 王建民被運動家隊打出一支拳雷打 運動家隊打出一支拳雷打 這是一個事件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王建民會被運動家打一個拳雷打 那運動家就去打一個拳雷打就好 可見他會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背字句 對不對 好 比如說 嗯 呃 你們能不能說 呃 比如說華教學生的主任 被學生 考了個壓彈 學生考了個壓彈可以嗎 對不對 可是老師會不會被學生考了個壓彈 好像乖乖的對不對 漸漸影響還是有他的那個 呃 呃 呃 居限性 但不管怎麼樣漸漸影響在把字句都是不行的 呃 比如說你可以說 呃 王建民被運動家隊打出一支拳雷打 可是你要把它換成把字句 我們說被字句的主語換成把後面的NP 你可以說 運動家隊把王建民擠出一支拳雷打 再說一次這個句子 運動家隊把王建民擠出一支拳雷打 非常奇怪對不對 所以即使是間接的動作 把字句可以的間接的那個 被字句都 呃 對不起 被字句可以的間接行為 把字句都不一定有對應的句式 直接原因還是間接原因 就是所謂的adversity 在被可以在把是不行的 好 再來第四個 來請 呃 新帝幫我聽一下 補足語 補足語喔 那這個地方我們叫做spec 就是指示語 指示語 指示語 有人問老實說 這個是不是足語位 不是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講結構結點的關係的 所以當你這裡有中心語的時候 這個位置叫指示語 那這個地方就叫做補足語 補足語 補足語 那補足語通常也是放補語 所以大家會有決定 但其實這個是在講 中心語指示語補足語 這三種成分的位置 跟足語動詞 這個叫x bar schema x bar schema 然後那個xb就是最大頭身 所有的齒組都長這樣 動詞組 靈齒組 心動齒組的結構 都是數字種程度這樣 跟主句動詞的補足語有關的 而不是 跟在背後面的NP 那把字句上中能跟補足語的論詞關係 是把的主語 所以 張三把李四打了一頓 李四打了一頓 整個補足語 有關係的是張三 對不對 好 再來 把字句不可以跟鎖 或者是接應代詞來併存 例子下2425 226 鎖呢 比如說像他們把這件事情做完了 那我們說 當你冰語不見的時候 可以提現鎖 所以像被字句 這件事情被他們所做 淢一把他騙的 nonsense 他被淢一鎖片 這是可以的 那這個鎖通常出現在種旨的左邊 有些人說他是冰語的Clytics 物語的 復 土 就是 冰語名詞付在動詞上 那不管怎麼樣 把資訊是不可以跟鎖貢獻的 所以24、25告訴我們鎖出來是不好 那你看到那個刮鬍喔 句子當中data 語料出現在的時候 表示這裡面的東西是可省的 對不對 這樣這裡面是可省的成分 那這個信號是定句是壞句子的意思 是不可省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是出來 就是你這個沒有刮號出來的時候是壞的 就是出現是壞的 知道這個差異喔 所以信號不要在那個框框 刮號外跟刮號內是不一樣的語意喔 所以當24、25你們看到這個鎖有沒有 他們把這件事情做完了可以 可是鎖做就不行 李斯把靈儀打了一下 打了他一下 我要把那個代詞原來的位置體現出來 兵語大後面的兵語體現出來成代詞 是不行的 這是這個重點要講的 好 下一個blood point 把字句通常都有非把的對應句 那非把的句式當中 本來的把後面NB有時候不一定會出現在動後的位置 那這邊要看的是35式動作動詞 把他殺了我殺了他 靜態動詞忘 我把鑰匙忘了 我忘了鑰匙 好3738 使動結構的37 然後還有描述古語跟結果古語 想的很仔細跟哭的頭疼最老在地上 那這邊都是把沒有給逐語指派論詞角色 所以把跟背其實是不等同的 好 那講到這邊第5.1給有一個小節 來請同學幫我們唸一下 玉孩唸一下 好 所以背被當作是一個主要動詞 可是把不是 然後背後面的補助語是IP 好 接下來2 2.2 這是課本的5.2.2這個部分 他是在講把字句跟始字句 那根據大多數把的結構研究 現在他與把失去了典型動詞的屬性 所以稱他作語法化了 但他不大像一個動詞 有哪三點可以告訴我們把不像一個動詞 第一個把本來就不能帶來提標記 比如說29B 把了你嗨 很奇怪 不能選擇是 不能情人選擇問句 比如說29C 好 不能用把來回答問題 比如說29D 好 那不過構子的測試有時候不準確 因為像始他也都不行 你不可以加了召過 也不可以加否定 也不可以拿來變回句 好 那 呃 不一樣的 把字句跟始句去不一樣的地方是 原來的位置能不能體現反身代詞或代詞 我們發現31AB 把張三害了就害了 不能把張三害了他 可是始張三害了自己 始張三害了他自己都可以 那 那關於把的分析 其實在5.2.3有一個整理 這邊 課本也是講的比較零散 不是我把它整理在講義裡頭 首先呢 我們可以有幾個假設 就是把是一個動詞 詞彙動詞像被一樣 另外就是把也有可能是一個介系詞 那有些文獻也這樣討論 後面一大堆有沒有照顏目開始 Lisa Travis Lisa Jen 然後把也有可能是一個 無意義的複格成分 複格成分就是給各位的成分 比如說像英語的介系詞 比如說I gave the book to marry I gave marry the book 這是雙兵句嘛對不對 那我們兵格有兩個 可是I gave the book to marry 如果I gave the book marry就不好 那為什麼一定要吐 那原因就是因為吐了來介系詞 它通常被當作是一個複格成分 那英語裡頭每個名詞組都要有格位 格是什麼你知道嗎 南島語就是台灣的南島語 那個原住民語言 每個語言也都有格位 格位就是像日語 有沒有人學過日語 那是什麼 那告訴我們 瑪麗是接受喜歡的冰語 我剛講的那個就是 將王 約翰 祖格 瑪麗 瑪麗 冰格 Skidess 喜歡 張三 李氏 喜歡 其實是張三喜歡李氏的意思 那在韓語也是在日語也是 那當然有一個格標記 比如說當你講ㄎ的時候 名詞後面加ㄎ 表示這個名詞是冰語 所以它的語句是可以亂放 為什麼 因為你不管是Sov還是SVO 你都會知道誰是O 因為它就有一個格位標記 標示這個東西是冰格 那我們熟悉的語言比如說 英文裡頭有沒有格位 有 英語的格位只在代名詞裡面看得見 就是說誰是主語誰是冰語 你看he還是him就知道 he likes John John likes him 當你講him的時候是授詞還是主詞 授詞 第三人稱單數的授詞 當你講he的時候是第三人稱單數的主詞 所以在句子當中語法功能是主語還是冰語 由格位標記來讓大家知道 那有些語言它就是所有的名詞 一定都要有格位標記 可以嗎 那沒有格位怎麼辦 像漢語沒有格位標記啊對不對 漢語是用語序來表示格位標記 所以漢語的語序非常堅持一定 SVO的時候S一定是主語 O一定是冰語對不對 那有些人說那個法這個東西 它後面可以帶一個名詞 創造一個論語言的位置 那本來只有兩個 就是transitive verb 只有兩個論語言變成三個 表示它可以讓一個論語言進到這個格式裡 不是主格不是冰格 它可能是語格 可能是dated 就是too married的那個too 所以這個是講說法是一種複格成分的意思 就是說它是一種語法功能的詞 它沒有語意的 它只是告訴我們誰是語格 誰是被贈禮的對象 或是誰是被處置的對象 那還有一個就是它是一個domin element 就是它是一個挺充成分 根本就沒有 不管緊要 那還有一個就是它是一個功能語類的中心語 就是它是一個虛詞 它是一個類似助動詞 所以它出現 一定要出現在動詞的左邊 那關於這幾個分析 我稍微整理一下我自己的評述 就是看了這個課本之後 首先我們把ba當作是動詞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不能加了召過 不能夠加體貌標記 不能做A拿A對吧 那所以你去看課本的例子 把ba 你把死來做對應它也不像 那死是我們認為是一定是動詞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分析成動詞 它會有它的局限 第二個如果把它分析成界隙詞 那會有empirical 就是經驗事實上的問題 也就是說把NP能不能出現在聚首這件事情 因為一般界隙詞是可以 張三對老師沒禮貌 這個對老師它對顯然就是一個界隙詞 你可以說對老師張三很沒禮貌 就是對老師這個界隙詞 可以移到前面去再看語 可是顯然拔是不行的 你可以說拔一次張三打了一頓吧 好 再來如果它是格位的話 當你說它是格位其實它是一個理論議題 所以它可以有可能是一個界隙詞 同時也是一個格位標記 所以其實當你講這個時候是b跟d 那目前對同學來說這個不是很make sense 對同學來說並不重要 它有可能是填充成分 那你就必須討論就是把後面這個npvp 它是一個成分還是把np是一個成分 把它分析成功能語類的中心也是一樣 所以你如果要決定它是不是界隙詞 或是它是d跟e b是跟d相違背的 當你決定它是界隙 它就不會是d填充成分 或者是功能語類的中心 可是當你說c的時候 可以跟b或d其中一個併容 這是課本裡頭有去講說這些可能性 那我對它做一些評述 那你要去區分到底是把np是一個成分 還是一個npvp是一個成分的話 這很難做 那你可以說把門洗好窗戶擦乾淨 看起來那個門洗好就是npvp是一個成分 可是有時候你可以說把這塊肉你先切切 把這塊肉它顯然又像是一個界隙詞組 把跟np是一個成分對不對 那還是這塊肉切切那些菜洗洗 這個時候np跟np又是同一個成分 所以這個成分切割這個部分有點難做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個課本裡頭到最後的結論是把它把 分析成一個類似輕動詞的一個成分 那就進到第四節結構的部分 那個論子角聲那邊我現在先跳過 OK 時間很緊喔 我們直接講結構 初步的分析就是課本把把字分析成這樣 也就是說通常一個動詞組 主要動詞 那它長在這裡 然後後面有一個最大的投射 那把是長在石石動詞上面的 類似輕動詞的成分 OK 所以以前啊 那個Larsen把VPL分析成上面要多一個投射 這樣可以解決那個雙兵句跟語格句的問題 就是像我拿杯子給他 這裡有個拿有沒有 有一個給 誰是動詞 有可能動詞長在下面 其實上面有一個輕動詞的位置 這樣你才可以說拿杯子給他 這個語序在樹上可以畫出來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說拿給 我也可以說把杯子拿給他 那這時候把就是輕動詞 拿給整個是動詞組 OK 那把它畫成兩層的動詞組 兩層的VPL 這樣子就可以解釋拿跟給 就這種的情況 OK 那上一個班級有人問我說 老師什麼是輕動詞 那比如說漢語很特別是 漢語那個主語跟B語的名字 有時候是非典型的 比如說漢語裡面我們常常可以說 它吃餐廳 吃飯就吃飯 飯一定是吃的壽詞 你怎麼會吃餐廳 因為餐廳是一個處所啊 對不對 這個叫做非典型的論源 也就是說冰語不是冰語 冰語好像是處所 為什麼會這樣 那原因就是因為其實是在餐廳吃 其實漢語是在餐廳吃 然後這個吃可能是食食動詞 但是在呢是一個輕動詞 只是它輕動詞沒有出現 跑到上面去變成吃餐廳 那它本來的壽詞不出現 OK 那你也可以說 主語也可以啊 比如說門外站著三個人 誰站啊 但是人站啊 那為什麼門站 門外站三個人 對吧 那是什麼意思 其實是在門外站 三個人在門外站 那一樣的是 這是主語的 主語的不好 主語的要重新畫 好 放這裡好了 好 本來是這樣 三個人站在這個上來 變成三個人站在門外 對吧 那這個時候你把門 它出去當topic的話 當作 呃 這個裝作 話題的話 站可以上來 站可以上來 變成門外站著三個人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當我們講這個動詞有兩層的好處 就是它會多一個空位 讓多一個論言 那這個論言多出來的時候 類似這個吃餐廳 一樣啊 這是 呃 在餐廳 吃 東西對不對 吃 那一樣吃 跑到上面啊 因為上面沒有 這個在沒有出現 然後變成 吃餐廳 當我們允許動詞 有兩層投射的時候 那個多出來的這個餐廳 變成 看起來像在後面這個 就得到解釋 那這個句子就會跟 在餐廳吃 是相關的 再說一次 吃餐廳其實是在餐廳吃 那有在又有吃 只有在是在上面的聽動詞的投射 吃才是實詞動詞 那為什麼會有吃餐廳 跟這個一樣 拿給的一樣 把給拿到上面去 這叫中心語約 中心語合併起來 好 這是分析的部分 那分析這樣好像很完美 但是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類似輕動詞的這個53 這個分析把把字解完了嘛 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問題喔 副詞的位置 像59 你說我小心的把杯子拿給他 我把杯子小心拿給他 欸這時候有把字句欸 拿給也可以 我小心的拿杯子給他 我拿杯子小心給他 這個60b是不行的 可見那個小心的 不可以放到那個實詞動詞給的前面 對不對 再說一次 剛剛我們畫了兩個圖53 右邊那個圖 是不是告訴我們 給是下面的實詞動詞 那你不能說60b 不能說60b 我拿杯子小心給他 對吧 你只能說我小心的拿杯子給他 小心只能修飾上面的拿 不能修飾下面的給 可是在把字句裡 我小心的把杯子給他 跟我把杯子小心給他都可以欸 59a跟59b都可以 所以如果呢 如果我們剛剛的圖畫的是對的 也就是說 把字句是這樣子 拿給是這樣子 那個 小心的不可以在這裡 我拿這個杯子小心的給他 不可以在這一層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明明就可以在把的後面啊 明明這個句子那個把的後面是可以的啊 我把杯子小心給他 明明是可以的啊 所以他呢 要把把字句再重新修正 修正成說這個輕動詞上面再加一個把的頭色 所以這個把其實不是輕動詞 他是輕動詞再更上面 所以現在變成又多長一層了 所以常規的把字句呢 把保留動詞屬性 是處置的語意 動詞屬性允許把相關的把字句分析為把NP在一起 其中把NP的功能像是VP 基於上面的副詞的例子 把呢需要有某些副詞可以放的位置 所以他必須有多一層的頭色像61這樣 OK 所以這個把呢 但是長在輕動詞上面的一個 所以他的格式像是62 把有一個把P 把的這個功能詞組 然後他的主語 是出現在把P的spec 只是語的位置 把是一個中心語 然後在VP這一層呢 有一個NP 這會是小句子的主語 然後呢 輕動詞後面又帶十次動詞的動詞組 OK 好 這裡有兩個note 你們回去自己看 然後 課本的這個第三節 有講到他不是一個論子角色的指派者 我們一開始就講這個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 然後還有魚翼的部分 魚翼的部分 他有受影響受處置的這個語翼 在課本裡頭有很詳細的說明 在5.5這個小節 你們可以回去自己有興趣的話看一下 那總結的來說 在語翼上 把有四種 把有四種像是89的圖這樣 表強制性的把他其實是有定的跟高度突顯的比 那把後面必須是有定的 那有時候呢 他把後面的名詞組是無定的 那這是非處之勢 OK 好 那後面有更多更多的語量 一樣我們回到5.7 5.7的直接講結論了 重新再講一次剛剛結構上的分析的結論 就是77這樣 把字句的結構是一個把P 然後句子的主語是在把P的spec 就是指示語的位置 然後把是一個中心語長在這裡 然後把後面有一個NP對不對 可是把跟NP沒有成一個單位 把後面的NP跟後面的VP成一個單位 它是輕動詞 那副詞可以附加在把字短語 大VP的上面或下面 對不起 小VP的上面或下面 它跟被字結構的比較有助於 刻畫把的型態聚把屬性 所以呢 結論就是把他認為 課本認為把是一種複格成分 但是他沒有指派論子角色 然後還有儘管把沒有給主語跟後面的B 指派論子的角色 可是把字句的主語跟指示者解讀有關係 把後面的NP傾向跟處置與E也有關聯喔 最後解釋受影響語 受影響語我們刻本沒有講 但我唸一下結論 有兩種選擇可以考慮用語解釋 把字句受影響的意義 一個是借主複雜VP指派受影響的論證 一個是將論證角色加給法結構 智史角色分開這兩種辦法 好 以上就是法之句我們講義的全部了 我們cover東西蠻多的 至少回去把老師講義前面六頁 然後如果沒有時間把課本讀得很熟 至少第七頁到第十五頁的講義 老師整理的部分可以找時間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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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